成龙曾经想要认回私生女小龙女,却因为这个原因直接放弃不认。现在却莫回应五个字令人心寒。 吴启力在17年前为成龙生下小龙女吴卓琳今年18岁,去年才公开出柜任爱,没想到日前却被暴流落加拿大街头,在超市崩溃喊,我要找我爸。 之后更和网红女友一起拍影片求救,开头第一句就是我是成龙女儿,看起来认负心切。 吴启力在没有名分之下生了小龙女,母女多年来相依为命。 接着小龙女进入叛逆期,母女不但屡起争执,更传出小龙女自残住院的消息。 据悉,成龙看到女儿如此失控的行为,也感到很难过,但因为不想再跟吴启力有所交集,所以一直都没想和女儿来往,直到得知她住院的消息,才开始有了见面的想法。 去年有人劝成龙,说要秘密安排她去医院和小龙女见一面,成龙对此并不反对,但希望过程能完全保密,但最后因为大家都没能保证会滴水不漏,所以最后妇女婚姻的计划才无极而终。 近来母女又因各自都有情绪问题,多次发生摩擦,包括吴卓林报警称吴启力设行事恐吓,母女关系决裂,吴卓林后来又因压力过大自残入院。 今天有传言至吴吴启力在数月前和女儿吴卓林完全无法取得联系,担心爱女的吴启力曾为此报警,不过吴启力表示,你们不要胡思乱想,我相信她的朋友,她身边的朋友都是好人。 不过对于是否已经和女儿见面,吴启力只说会用电话联络,并表示女儿现在正和朋友在一起。 吴启力随后又被问,对于香港警方的失踪人口调查组曾对女儿朋友展开调查仪式是否知情? 吴启力则说,我不清楚。 接着说家事就是这样,她早已经交代一切,且认为家人就应该互留信任,也要互相迁就。 没想到事情爆出后短短一天时间,有网友在路网爆料,在加拿大看见小龙女与其女友,还曝光超市监视器画面,只见小龙女满头白发,看来相当落魄,加拿大籍女友则头戴灰色毛帽,身穿黑色羽绒服, 小龙女甚至在超市收银台崩溃喊,我想找我爸,我妈,我知道,但是我,我妈。 据了解,小龙女在加拿大当游银,在无计可施下,只好搬出爸爸成龙的名字,希望店家收留,目击者更称,受伤还拿着一床破被子。 即使小龙女母女近期关系在起变化,吴卓琳日前与年约30岁的加拿大集网红Andy交往同居,并在IG宣布出柜,IMK。 对此,成龙仅以他开心就好五个字冷漠回应。 监视器画面曝光后,让许多网友对小龙女处境既同情又可怜。